而低温的天气也造成机车袖斗了吗 华林是一名男子骑乘机车载送瓦斯 在行进路口的时候 为了闪避迎面而来的左转机车一个急煞 车子就突然就地熄火 当场重心不稳也摔倒在地 而男子也特别将瓦斯桶捡起 车子也移到了路边 所以没有造成事故发生 而车行的老板也强调了 车子老旧要定期保养 避免因为天气剧烈变化而出了问题 导致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在车水马龙的路中央 骑士载着好几桶瓦斯 骑着骑着突然迎面而来领辆机车 他瞬间重心不稳 撑不住直接倒在地上 瓦斯桶也散落一地 拍碎拍碎就轨几雷 就看到骑士穿梭在车身中 赶快把瓦斯桶救回来 好不容易把瓦斯桶一个一个 重新搬上机车 骑士在用绳子将它牢牢固定住 确保不会再掉 只是疑似天气太冷 骑士试了好几次 车子依旧发不动 只好无奈地先把车牵制路旁 幸好当时双向车道是红灯 否则场面会更加危险 事情发生在23号早上9点半 花莲市中正路与词汇一街的交叉路口 51岁赖星骑士在宋瓦斯的过程中 疑似想要闪避左转机车 紧急刹车后似乎受到天冷影响 车辆竟然直接熄火 导致他在路中央重心不稳翻车 幸好瓦斯桶掉落没有因此造成事故 但骑士恐怕会因此挨发 给太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久了 他们油嘴他会wiki 对 然后再来火星再点火 可能不良的时候会导致说他发不动 车行老板强调车子老旧要定期保养 避免因为天气剧烈变化出问题 导致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记者徐丽晴亚 竹花链报导